基督子妹平安 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 主要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 是荣荣耀耀的 从天上跟上天使一起来降临 并不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马朝出生 所以我选择这段经文 作为让我们记得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是荣荣耀耀的再来 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在这里敬拜 感谢主让弟兄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还没有分享之前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明白主的心意 来遵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祷告 感谢我们的天父 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敬拜赞美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不单只在地上 我们尝试赞美神 我们有一天来到天上 我们仍然来到三位一体的真神面前 我们要继续来赞美 所以求你让我们在地上 我们训练好自己 将来在天上来敬拜赞美 但是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你的心意 去完成主你给我们使命 所以求你今天使用你的仆人的口 让他今天所讲的信息 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预备好 我们有一天见主面 所以带你以下的时间 求圣灵高摩你的仆人的口 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明白你的心意 恭敬的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其求 阿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些 讲到末世的讲座 我发现每逢有什么天灾人祸 无论是地震 或者是海啸 或者是打仗 尤其是中东的打仗 很多时候就很多弟兄姊妹就要 究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要盼望知道 究竟耶稣什么时候来 很多时候要猜测 究竟启示录所讲的666是指谁 我们很多基督徒只盼望能够知道 什么时候 有一位弟兄曾经问我 黄门师 你觉得耶稣基督是不是很快就来 我说当然是 耶稣基督越来越近了再来 但是我提醒他 耶稣基督再来 不单止你要知道 很重要的 他必定再来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也就是你去见主面 也就是他再来 总之你必定要见主面 更重要的是当你见主面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问你这个问题 究竟你怎样回答 我告诉你 耶稣基督必定要问你 究竟你在地上的时候 有没有完成他给你的使命 当主耶稣基督问你的时候 究竟你要如何回答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你来到见主面的时候 究竟你有没有好好的预备 向主 回答他要问你的问题 你有没有好好的预备 来向主教章 所以让我们从路加福音这段经文 耶稣其实要教导你 如何去教章 我们看这个比喻 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 圣经讲写 众人正在经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 快要显出来 就吝啬一个比喻 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 要得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钉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去恨他 打发使者 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 做我们的王 他继德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人上来 说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 已经赚了十钉 主人说 好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世上 有忠心 可以有卷顶 管实作成 第二个人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 已经赚了五钉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作成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 在这里 我把它抱在手巾里 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补 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带地的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 给那有十钉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钉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只有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当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要先明白 这个比喻的背景 这段经文是 在十八章 这个 在十二到十九章 那段经文呢 是讲到 耶稣基督 专讲那个福音的时候 被以色列人拒绝 所以 很多段经文都是讲到 他们拒绝耶稣基督 是那个弥赛亚 那个救主 当中 耶稣基督有些门徒呢 他们相信 主 必定快来 他们相信 神的国要 快要降临了 神的国降临了 所以呢 他们相信 就问耶稣 是否神的国要坏灵呢 所以当 他的门徒这样问他 他就用这个比喻 告诉他们 假如你真的相信 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究竟你当如何去 预备好 所以这个比喻 假如你第一次来 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比较复杂 因为他讲的 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是讲到关于 那个贵族 还有他所谓的 本国的人民 还有第二部分是 这里有三个仆人 我相信你第一次来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 觉得好像有些混乱 究竟为什么 好像讲两个不同的部分呢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他是讲 同一个真理 很重要的就是他说 假如你真的相信 神的国快要降临的时候 究竟你有没有 好好的预备 来去面对见神 所以我们 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 觉得好像这个 这个比喻 跟在马太福音 第25章里面 所讲的那个比喻 好相像 对吗 所以我们看看 其实不错 那个比喻25章 有很多跟这个19章的 这个比喻 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却有更多的 不同的地方 因为所讲的是 两个不同的真理 好我们 先做一些比较 比较 跟马太福音 第25章 做一个比较 不错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两个比喻 都是讲到 仆人 获得 这个主人 贵族所给他的 那些钱 作为投资 相同 都有两个 忠心的仆人 一个不忠心的仆人 还有这个忠心的仆人 得到 他的主人的称赞 那不忠心的仆人 他就受责备 还有责罚 不单是这样 两个不忠心的仆人 都是投资 他的主人 你太严厉了 不合理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不忠心的仆人 他们为什么 会这样的看呢 好我们再看看 究竟这两个比喻 路加福音第19章的 跟马太福音第25章的 有什么区别 第一 路加福音的是 讲到这个 贵族要回来做王 马太福音呢 是讲到 那个上人 那个主人而已 路加福音 十个仆人 马太福音 三个仆人 那 路加福音的 十个奴仆呢 他们只得到 每一个人 一定的赢良 那马太福音呢 有一个 得到五个他连德 就是所谓的五千的 赢钱 一个 两个他连德 一个叫 一个他连德 那 什么叫 一定赢良呢 一定就是 相当于 当时候 一百天的工资 大概是 四个月的工资 那五个他连德呢 是一百年的工资 所以相差 很远很远 三百倍 所以这个是很 不同的地方 还有 那个中心的仆人呢 每一个人 只有一钉 但是 那一个人呢 赚了十倍 十钉 另外一个呢 也赚了五倍 一钉银良 赚了五个 五钉 那个 马太福音呢 两个中心的仆人呢 都赚了双倍 五千的得五千 两千的得两千 还有赏赐 那个 路加福音呢 中心的仆人呢 他分配 因为他赚了十倍 所以就把他分配 来 掌管 十个城 所以他的赏赐 是跟他 赚的 数目是 成正比 但是呢 马太福音呢 是有相同的赚养 因为他们都是双倍的 所以其实 有很多相同 但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 那十钉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只有 大概四个月的工资 另外一个是一百年 很不同 好 我们看看 每一个人物 这个贵宙 他说 他离开之后 他德国回来的时候 成为一个君王的身份 那很明显的 这个贵宙是来比喻 那个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他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这里 称他为贵宙 因为他离开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君王的身份 离开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他很快被钉死 他埋葬 并且他复活 复活之后 他升天 他升天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君王的身份 有跟仲天使 一起来升天 不是这样 但是 耶稣基督 透过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他必定归回 他回来的时候 不是好像离开的时候 那个情况 是一个君王的身份 来到 所以这个贵宙是来 预告他们 他会离开 不但是他会离开 并且他会离开 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回来的时候 他以一个君王的身份 来归回 他的国家 那国家的人民 他们怎么做 当那个君王归回的时候 他们没有接受他做君王 他们拒绝他来做君王 这个很明显的 耶稣用这个比喻 就是说 他从12章到19章 都是告诉我们 那些人听完福音之后 拒绝 所以 这些国家人民 拒绝的应该是指 那些人从来 没有相信 耶稣就是他们 所等候的弥赛亚 他们的救主 所以他们拒绝 当然 他归回的时候 他们拒绝耶稣基督 作为他们的王 作为那个弥赛亚的时候 必定要面对 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你看看 27节怎么讲了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很明显 我们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将来有一天 主来审判的时候 那些不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做救主的 会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是永死的审判 所以非常严重 他们拒绝 好 然后有忠心的仆人 这个忠心的仆人呢 很明显的 他们按照主的吩咐 这个贵州的吩咐 当他不在的时候 好好的投资 他所给他们的资源 一定营良 当然了 还有那个不忠心的恶仆 耶稣 来将形容他们是恶仆 因为他们都是仆人 所以这里跟国家人民不同 应该是指 好像是代表 比喻那些基督徒了 所以整个比喻 很明显的都是 来说有一天 这个贵州归来 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 每一个人全世界的 无论是个国家人民 那些仆人都要向他交账 我们看看这个不忠心的恶仆 当他来到这个君王面前 他如何交账 他怎么会回应 第一 他很相信 他这个主人非常严厉 你看看 他怎么对他的主人说 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奇怪 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来 去形容他的主人呢 他是否认识他的主人呢 恐怕他根本不认识他的主人 觉得他非常严厉 你看看 我们刚刚看完那个比喻 他其实对那些仆人很好啊 非常好啊 但是 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 这个 看法 好 假如他真的 这样来看他的主人 那 假如他有一点聪明啊 他应当着 既然他是那么严厉 应该就好好地 更小心地用那些 神 那个君王 那个贵州所给他的资源 那一定赢两岸来去投资呢 他没有啊 他只知道他 说他严厉 所以 假如他相信他 所相信的 他应当 来好好的使用 假如他所讲的并不是事实 那他就是毁谤 他的主人呢 那是更严重呢 明明他不是这样的 他确实 他是这样 他是毁谤 那是更严重的 他怎么来解释 他没有 投资 他 仅有的 交托 他的 那一定 银两呢 他 就解释了 我相信 他 根本不相信 他的主人会回来 所以 既然不回来 就不需要那么 紧张了 来去处理 那一定银两呢 所以他突然间发现 哎呀 主人真的回来了 怎么办 所以他在撒谎 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去好好的投资 所以讲很多 哎哟 我知道你是严厉的 我 所以没有啊 我就放在手机里面 所以主要的是来指示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多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啊 当哥告诉你弟兄姊妹 假如你是基督徒你总有一天你必定见主面 总有一天你必定要向他交账 那假如你没有要到预备的时候 你就好像这个仆人 对不起了 你所给我的所有的资源 我都放在手机里面 你看看 照给你 所以弟兄姊妹 多少的基督徒就好像这个不忠心的仆人 那这个主人呢 就是说你假如真的觉得我是这样的 那么严厉 没有去种的 你有收 假如你有点头脑啊 你最基本的 需要你什么 做什么 交给银行吧 但是你没有啊 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大一粒都可以要回来呢 你为什么你连这个最简单的 你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 恶仆呢 连最基本的 都没有做 只用撒谎的方法来掩饰 他为什么没有 按照他主的吩咐去做 其中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有这个态度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根本不相信 他的主人会回来 为什么不相信他主人回来 因为他很久也没有回来啊 所以既然那么久没有回来 可能他不会回来 但是突然间 但是突然间主人回来了 那时候太迟了 因为他没有好的预备 忠心的仆人呢 他们相信 他的主 必定会回来 所以他们 纵然他好像迟言 但是他们仍然 忠忠心心的去 按照主的吩咐去做 但是这个不相信 主会回来的 他们就没有了 所以难怪突然来的时候 无话可说 所以整个比喻的目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面对耶路撒冷 主耶稣基督知道 他很快被钉死 死后复活 之后伤天 就离开他们 离开他们 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他要预告 告诉他们 其实这个比喻是 我知道我会离开很久 但是很久没有回来 并不是说我不会回来 我必须会来 所以你要好的预备 其实你看看 写福音的书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其实没有一个知道 耶稣究竟多长时间没有回来 他们都不知道 谁知道 你和我知道 因为你和我经过2000年 耶稣还没有回来 他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 2000年没有回来 所以我们更有的原因说 2000年没有回来 应该不会回来 最起码 不会在我有生一年回来 可能将来 那你要负责任 我不需要 因为我相信 很多基督徒 我有生以来 他应该2000年不会回来 那应该不会 我一生当中又突然间回来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这个心态 弟兄姊妹 耶稣这个比喻就是说 请你千万不要有这个心态 因为 耶稣基督可以突然间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你要交账 当时候你没有好预备的时候 太迟了 你没有机会回头再来一次 所以 所以 只有一次的机会 好 我们看看 这个比喻跟我说 跟 马太福音的比喻 很大的分别就是 每一个 仆人都有相同的恩赐 因为 你刚才不许看见吗 他便叫了他们 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钉的银子 每一个相同 都是一定银子 不是很多 四月 七个月的工资 但是相同 可以说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相同的恩赐 我相信你立刻会问 黄牧师 好像不同 你看看我旁边的 他很多的恩赐 我没有他那么多的恩赐 所以你怎么说 我们有相同的恩赐 不错 有些恩赐呢 有些人有某些恩赐 无论是带领的恩赐 川福音的恩赐 或者是唱曲歌的恩赐 或者是其他各种不同的恩赐 不错 有不同的 但是 这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强调的是 每一个人 有相同的恩赐 因为都是 每一个人一定的恩赐 这一个比喻 其实 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呢 假如你在小事情上忠心 他就可以 把更重的交托给你 你看看 第17节怎么说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 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 管 直作成 所以耶稣基督 这里所强调的 并不是你要 你要多少的恩赐 每一个都要相同的恩赐 耶稣也知道 他所给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刚才已经说了 一定因此就是 四个月的工资 跟另外一个比喻 一百年的工赐 相差很远 所以两个比喻是讲 两个真理 这里这个真理就是 你和我有相同的恩赐 所以耶稣只需要观察 虽然他知道很小 但是他观察 你有没有中中心性的 来投资使用 主所给你的资源来投资 他所看重的是你的中心 所以小事上中心 他就可以给你更大的一些责任 所以他就说 可以有权柄 管实做成 我知道你必须说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我们的恩赐是相同的 明明有些人有更多 更大的恩赐 怎么可能相同呢 好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有什么事情是相同的 恩赐是相同的 很简单 我作为牧者呢 往往呢 我会邀请一些地中使命 来参加某一些的事工 做些训练啊 做什么工作 有些事工呢 也不需要什么恩赐的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 所以我都邀请 可不可以来参与这个事工 请问你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邀请的 当他们听我的邀请的时候 他们一般的如何去拒绝 他们的借口是什么呢 你知道 他们一般来推腾 我的邀请 一般的借口是什么呢 我听见你心你说了 你回答我 我听见了 你说 我们是没有时间的 我太忙了 哎 弟兄姊妹 为什么你那么快 就可以回答我 是不是你们的牧师 你们的长老 邀请你的时候 你同样之前回答 你第一个反应 哎呦 对不起 长老 牧师 我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啊 对吗 依旧是你说 你没有恩赐 依旧是 你推辞的原因就是 你太忙了 你没有时间啊 其实没有时间 讲不通的 请问你 我刚才为什么我说 大家有相同的恩赐 你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 请问你 他的恩赐跟你是不是相同 当然相同 那个恩赐叫什么 24小时 那就是你最大的恩赐 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是你最大的恩赐 你旁边的 24个小时的恩赐 你也是24个小时的恩赐 他一个星期有多少天 六天吗 五 七天 你呢 七天 所以是相同的恩赐 所以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恩赐 所以现在 你如何使用 你的恩赐 当我们讲到 没有时间 我太忙了 时间是一样 你如何使用就是那个分别 那 请问你 你如何使用你24个小时 大家都是一样的24个小时啊 那 请问你 你怎么用 那你怎么用 决定在什么呢 是你人生的优先次序 你的priority 你的priority 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 决定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以弟兄姊妹 你 首先当你说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这个 那个 我太忙了 你要问你自己 究竟你现在的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假如你的人生优先次序 并不是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完成主给你的使命 我告诉你 对不起 你的人生优先的次序 大有问题 所以 当你说 我太忙了 当你说 我没有时间 我请你 你要思考 究竟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你有没有把神 所给你的这个重任 主耶稣基督 离开之前 提醒你 要完成他的使命 究竟你有没有把主的使命 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 假如没有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 你就好像那个恶仆 只能够打开你的手机 这就是你说给我的 我规划给你 所以弟兄姐妹 要好好地使用神给你的时间 也好好地使用神给你的机会 要不然 要不然的时候 你人生可能走很多的愿望路 我举个例子 什么时候愿望路 请问你 这个地方是六王 对吗 假如我要你去金门桥 你怎么去 金门桥叫什么地方 在离六王 应该是西北那个方向 对吗 向北走 然后向过桥 到那个 巨金山的地方 好 请问你 我现在难走 可不可以去金门桥 现在去880 在南走 再走一个小时 再向东走 去了I-5 在开车 大概5个小时 去了什么地方 洛杉矶 你说我去了洛杉矶 怎么去金门桥 我请问你 可不可以到金门桥 可以啊 你到洛杉矶 我告诉你 向西走 你可以到101 到了101 你再向北走 最后101 你终于到金门桥 对吗 所以你始终可以 现在南走 向东 向西 向北 终于你来到金门桥 但是 不错 你仍然来到金门桥 但是 你去了走了 很多 很多 愿往路 请你不要这样做 趁你在这个时候 你假如知道 主说给你的吩咐 首先第一步 我邀请你 要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的优先次序 你有没有先把主的 给你的那个命令 给你的那个使命 作为你人生最优先的次序 完成主给你的使命 好叫你有一天来见主面的时候 你不会羞羞愧愧的 这是守进你的一个营养 把握机会 好好使用主给你的资源 24小时 不单只要好好使用你的时间 还有好好使用你的 神所给你的机会 你看看 这个人 我在网页找到的 叫Daniel Richie 这个人呢 就是这样 把握每一个机会 来为主做工 多少的基督徒 只说 我没有没有这个恩赐 我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 所以就很多的推堂 但是这个弟兄 没有任何的推堂 那他究竟 有什么东西 其实你要问 他没有什么东西 你说 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他好像秃头 好像很多胡须啊 你什么特别啊 他特别的并不是他有什么 他特别的地方是 他没有什么 你看看 原来他没有手 也没有脚啊 这好像我们很熟的 那个弟兄 立刻先生 两位都是没有手没有脚 但是我告诉你 他用尽他没有手没有脚的身躯 来去为主做见证做工 并不是他有 他用他没有的 为主做工 所以弟兄姐妹 他就把握每一个机会 无论是在美国 或全世界任何的角落 他愿意 把握每一个机会 为主做见证 你一样 弟兄姊妹 神给你 很多的机会 问题是 你没有把握 主所给你 没有机会 来投资 看过一个见证 有一个姊妹叫Sophie 她是从德国来的一个基督徒 她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她在一个洗衣馆工作 所以每天她要坐电车去上班 有一天下大雨 那她坐大雨等电车的时候 就能够在雨棚下面等候 因为大家都要避雨 所以很多人就在雨棚下面等电车 这位Sophie这个姊妹 虽然她讲英语的时候 门口的德语 但是她把握旁边都是人 她就把握这个机会 跟旁边的一个人来分享福音 果然呢 她就在这个等候电车的时间 带领那个人归主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她后来就离开这个世界 在那个桑林呢 在那个桑林呢 由当地一个圣经学院的院长呢 主持那个桑林 她就告诉惠仲这个姊妹 她当年的见证呢 带领一个站在雨棚下面的一个人 贵主 原来当中那个当天信主呢 也参加这个聚会啊 她就站立起来 告诉当天所发生的事情 她如何信主 她讲完之后 哎呀 这个桑林呢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站立了 我当年呢 也是透过这个姊妹 信耶稣的 不单是这样啊 还有那些原来一排的 还电车的那些电车的司机啊 也起来做见证 我们开车的时候 也听过她的见证 所以你看看 单单是在雨棚下面 已经有很多的机会 来分享福音 单领多人归族 无论是坐电车的 开电车的 都有人归族 他们都站立起来 做见证 你看看 她其实 Sophie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姊妹 跟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普通的基督徒啊 没有什么所谓的恩赐啊 只不过她 有24个小时 把握每一个 每一分钟 她把握每一个机会 神为她预备的机会 就是下雨的时候 被雨的时候 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 你同样的 你也有24个小时 你也有神所给你的机会 无论是在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的同事已经坐在你旁边几十年了 还有神为你安排在你旁边的那些人 他们有很大的需要 只要你伸出你的关怀的手 他们会得帮助 也有机会听到福音 那究竟你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来帮助他们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机会是每一天都有 在乎你有没有把握机会而已 所以记住啊 每一个人终有一天 我们都要见主面 多少的基督徒只关心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 要预测 为什么要预测呢 我已经说了 主耶稣基督 他已经告诉我们 他必定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是你想不到的时候回来 请问你 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回来的时候 究竟你见主面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的预备 回答刚才 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 耶稣问你 你在地上 有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使命 有一天你 也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 来教掌 所以 你看看有几位 你看看他们如何 向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教掌 第一个 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他对耶稣说 耶稣感谢你 你给我很多的恩赐 我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 在地上何等荣耀 主你问我 我有没有在学校跟我的同学分享福音 哎呀 主啊你不明白了 我们长春藤的明大学 我们忙得不得了 我睡觉也没有时间呢 咱们有时间来 你在校园分享福音 我去教会也没有时间呢 忙得不得了 但是我感谢你啊 最后了我成名了 我在时代杂志的方面呢 有我的图片呢 主 你问我 我重不重视你 给我的荣耀 这个是第一个人向主教掌 好我们看第二个人呢 他什么向主教掌 这个第一个人 感谢主 你给我两个可爱的孩子啊 谢谢你 哎呀 他们真可爱 他们很活泼 我忙得不得了啊 我要带他去很多的外活动 你知道我们加州啊 哎呀 上大学难啊 要去明大学更难啊 所以我要很多的活动 哎呀 忙得不得了 要 你问我 有没有带他们去 教会的团契 主儿学 重办 哎呀 他们忙得不得了 他们累得不得了 怎么有时间 没有时间也太累了 连我们做家长也太累了 也没有办法去 哎呀 你问我 重不重视 你的 长生 哦主啊 你知道我两个孩子啊 你知道吗 我投资很多时间代价 他们最后 大的在 投资银行 做银行家 我小的 是世界有名的明星啊 你问我 那又怎么样 他们出名啊 好 这个是第二个 回答主耶稣基督的 问题 好 我们看第三个 来到 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 问他的问题 哦主啊 感谢你啊 你给我很多恩赐 我在公司里面表现非常非常好 所以啊 无论我的上司啊 我的同事都觉得我 挺好的 我是 全公司可能是最好的员工 哎呀 当我听见我的老板呢 赞赏我的时候 哦 我心里啊 觉得 比家里人工更好 我听完之后 我飘飘然 所以呢 哎 正好 哎 主 你问我 有没有 把握机会 向我的同事来传承 哎 没有啊 因为 我 整天就是 对着那个电脑啊 整天呢 是在 公司工作呢 我哪里有时间呢 不过 有一天呢 哎呀 我在公司 坐到凌晨深夜的时候 哎呀 突然 竟然觉得那个心口 有些疼痛 一疼痛 哎呀 我摔倒了 我醒过来 原来我现在排队 来见里面 耶稣 你问我 我是否重视 你对我的赞赏吗 哎呀 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 三个人 排在你前面的 这样回答 现在 第四个 轮到你呢 请问你 你如何回答 主耶稣 问你的问题 我们知道 你必须要 你必须回来 你回来的时候 是荣荣 药药药的 你做我 我们每一个 信主的 我们知道 感谢主 我们知道 我们有永生 但是 我们仍然要来到 主你的 审判台前面 要面对你的审判 要回答主 你的问题 究竟我们在地上 有没有完成 主你给我们的使命 还是我们 把所有 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机会 用在 自己的身上 求你 透过这个比喻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 你会 突然间回来 当你回来的时候 假如我们 没有预备好 我们太实了 再没有机会 重复 所以求你 帮助我们 把握在地上 每一天的时间 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 你所给我们的资源 好好地使用 来 用在神里的 永恒的国度上面 愿你使用我们 祷告 报主 耶稣 基督人 名其求 阿们 谢谢牧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